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大災難家 The Disaster Artist 由James Franco 自導自演 找來的他的弟弟 Dave Franco 以及他的好朋友 Seth Rogen 一起演出 這部電影是在講房間 La Rune 這部好萊塢有史以來 公認最偉大的爛片 他的拍攝過程 藉由他的導演還有主角 Tommy Whistle 以及他的好朋友 Greg 兩個人相遇的故事 讓我們看見這個好萊塢傳奇的爆紅亂片 是怎麼樣煉成的 其實我覺得要討論這部電影有一點困難 你很難清楚的去解釋這部大災難家 但要評論這部電影則沒有那麼困難 這是一部成功的喜劇電影 我看得很開心 娛樂度不錯 並且帶著幽默還有智慧並存在這部電影當中 這要歸功於和電影主角一樣 是身兼導演還有主演的James Franco James Franco 他把這個角色詮釋得很漂亮 面對這個真實存在的人物 Tommy Whistle 他並不是要像金凱瑞 在《月亮上的男人》那部電影中 去飾演Andy Kaufman 那樣子把他的精髓外露出來的那種 詮釋方式 他在飾演Tommy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帶著三分嘲諷這個人物 三分嘲諷著James Franco自己 三分又嘲諷這個世界 還有一分的同情 他是帶著高度相當自覺地在扮演這個角色的 他能做到詭諧而不表面 甚至我想某種程度上 會得到某些人的極大認同 他也藉著這個角色 在最近得到了金球獎的喜劇類的最佳男主角 而這部電影的故事 《大災難家》 它是在講有一萬歲的追夢之旅嗎? 好像是某個部分 是在講魯蛇也能拍電影賺錢的勵志故事嗎? 是在闡述一個身為怪才創作的心酸嗎? 是在講無法達入到主流團體 邊緣人的成功之道嗎? 是在講明星夢與大眾掌聲的虛假嗎? 這些好像都是 讓我覺得他有一點搖擺的感覺 然後也沒有很確定的站在哪一個位置在講話 在觀影的過程中不是很大的問題 只是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應該可以拍得更好才對 《大災難家》的開場 請了很多的明星現身說法 來讚揚他們要致敬的這部電影 《房間》 我不太知道該怎麼理解 《房間》這部電影的偉大之處 但可能就像是 Defranco 和 《菜鳥新移民的爸爸》 在他們上表演課的時候 演的那一齣戲 《等待果頭》一樣 是一個 充滿荒謬性 又有劃時代意義的突破創新之作吧 後來在Tommy自告奮勇上台表演的另外一段 口中不停喊著 Stella的台詞 Stella 則是在模仿慾望街車裡面 《馬龍白蘭度》的經典橋段 後來我們可以看到 Tommy在《房間》裡面的表演 也是走這個風格的 雖然說 《房間》這部電影是一個 爛到世界末日而成為神片的狀態 但我有一種不同的解釋 Tommy 能在拍完爛片之後 成為一種反英雄 能讓人喜歡的很大原因 還是Tommy 展現的 在創作中很重要的真存在 不是說他在房間裡面 講的那一個他被背叛的故事 而是我們看到他的自大 以及獨斷獨行 很真實的展示了他的失敗 如果他懂得長著 他懂得修飾一下 可能他就不會成為一部這樣子的神片 《大災難家》的英文片名 翻譯過來是《災難》藝術家 無論是災難還是藝術 《大災難家》都是一部 帶給我娛樂的電影 同時也會讓人 為當中的一些角色感到難過 還算是相當的有趣 又可以看到一部傳說級的爛片 拍攝秘辛的故事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題材 喜歡一些酸度比較高的荒謬喜劇的話 我會推薦你去看這部電影 《大災難家》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以及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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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後